这样奇葩的飞机你肯定没见过 飞机上四面漏风 乘客解开安全带就会飞出机舱 飞机的窗户没有玻璃 就用破木条定着 飞机一边飞一边吊渣 还有工人趴的机舱位羞羞打打 这就是怪物界最出名的航班 吸血鬼德古拉一家就坐在航班上 他们全家要去度假旅行 这场旅行的起因还要从一场婚礼说起 四位夫妻的盛大婚礼即将开始 可是因为妻娘患上结婚恐惧症 现在正在化妆间发疯 小梅拼命安抚新娘的情绪 新娘才终于放松下来 婚礼终于顺利举行了 看着到处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 老德感觉到单身狗的晚年凄凉 突然 一个美女朝着德古拉抛来橄榄枝 可是热情如火的姑娘让老德窒息 她悄悄让DJ改放了一首劲爆的舞曲 美女沉迷热舞放开老德 老德才逃过一劫 经历了之前的事 老德觉得自己应该谈一场黄昏恋了 她紧跟潮流 开始在婚恋网站上寻找另一半 不过网站上女鬼千千万 奇葩女人占一半 老德看了半天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 结果一视频就露了下 原来这人是照片 小梅发现老德心情不好 她还以为老爸是工作太忙压力太大 于是就策划了这次旅行 这次旅行是德古拉家总动员 就连九步出门的鬼爷都跟着一起来了 飞机到达了目的地上空 来了个漂亮的俯冲降落 这不愧是怪物界最出名的航班 一次航行就可以体验空中水下两种模式 飞机将怪物们带到了百慕大三角 这传说中的恐怖区域 实际上别有洞天 谁能想到在这一堆废墟当中 竟然藏着一艘超豪华游轮 只可惜游轮不让带宠物 小卷毛和小狼女无奈 只能将他们的爱犬假扮成怪物 顺利登船 奢华的游轮让怪物们大开眼界 这里有帅气的服务生 有舒服的躺椅和美丽的海景 有奥运规格的泳池和豪华自助餐 更让人惊喜的就是晚上的烟火晚会 怪物们齐聚甲板上狂欢 就在这时 船长埃莉卡出现了 她是一个人类 但她漂亮高贵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老德突然感觉自己的春天来了 停止了几百年的心脏 又重新扑腾了起来 愉快的旅行开始了 在船上 每个人都找到了乐趣 鬼爷身材傲人 吸引了无数老太太的目光 老人夫妇找到了大鸢种 帮他们看着几百个孩子 就连体型庞大的多头龙 也终于能在餐厅堂食了 埃莉卡对游客们嘘寒问暖 人人都喜欢她 可是在没人的时候 她就换了一副样子 原来 她是吸血鬼猎人老范的曾孙女 她与她的祖父一样 最讨厌妖怪 举办这次旅行 就是为了吸引老德上船 然后杀了她 这个老范很多年前就跟老德有仇 老范以捕杀吸血鬼为生 可总是抓不住吸血鬼王子老德 当年在火车上 老范手拿激光枪 将老德逼到无路可走 眼看他就要干掉老德了 谁料火车进了山洞 老范撞在了山洞上 后来老范又动手过无数次 每一次都是失败告终 老范在家族的典籍里 找到了一个强大的武器 他曾经摧毁了亚特兰蒂斯 整个城的怪物 经过120年的寻觅 老范终于找到了秘密武器 可他已经无法战斗了 帅姐的身体全是科技与狠活 于是 他让曾孙女组织了这次妖怪旅行团 把妖怪们运送到亚特兰蒂斯 然后一网打尽 艾丽卡就等不及了 他恨不得现在就要弄死老德 可是坠入爱河的老德 根本不知道艾丽卡打算杀了他 他整天沉醉在自己的幸福之中 根本不知道自己躲过了多少散杀 很快 邮轮到了第一个观赏点 海底火山 邮轮上的怪物们立刻带上潜水装备 跟着服务生参观火山 艾丽卡开着小鱼潜水艇溜出邮轮 打算趁此机会干掉老德 老德一家人玩得非常高兴 一会儿骑鲨鱼 一会儿骑抹相惊 一会儿学海马游泳 看着搞怪幸福的一家人 艾丽卡都快忘记自己是来杀人的 但很快 艾丽卡想起了自己的目的 她朝着老德发射鱼雷 没想到都被老德完美躲开了 老德抓住潜艇 想要拍合影 艾丽卡赶紧弃船逃跑 却被小梅拍到了一个裤脚 艾丽卡回到船上 自言自语说要快速拿下老德 这话被木乃伊和科学怪人听到了 于是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老德 老德知道后激动不已 立马邀请艾丽卡约会 艾丽卡自然答应了 游轮到了第二站 船上的乘客都去享受月光海滩 老德留在船上 与艾丽卡共进烛光晚餐 艾丽卡趁老德不注意 把大蒜汁倒在了食物里 想把老德堵死 可吸血鬼吃大蒜其实并不致命 只是会多放几个屁 艾丽卡与老德聊得十分投缘 俩人感情快速升温 关键时刻却被小梅打断了 小梅不喜欢艾丽卡船长 总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 很快游轮到了此次旅行的终点 亚特兰蒂斯 这里曾经是妖怪之都 如今依然十分繁华 妖怪们进入豪华赌场 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了乐趣 就连小卷毛的爱犬都玩得十分开心 只有老德心不在焉 他想把自己恋爱的消息告诉小梅 在跟女儿坦白之前 老德还想问问艾丽卡的意见 看到艾丽卡在前面 老德追了过去 他一路跟着艾丽卡 进入了一个密道 眼看着艾丽卡开机关 爬峭壁 下身弹 经历一番折腾 终于来到了一个废弃的神殿 神殿里一只巨手上拿着的 正是老范说过的秘密武器 艾丽卡朝着秘密武器走过去 不小心触动了脚下机关 差点被砍死 老德及时出现英雄救美 艾丽卡骗老德 说自己只是来取祖上遗师的传家宝 老德相信了他的话 有了老德的陪伴 艾丽卡大胆地开启了作死模式 他无视任何机关 反正老德都会完美救下他 艾丽卡终于拿到了秘密武器 大殿突然摇晃起来 这里要塌了 老德赶紧抱着艾丽卡 原路返回 到了安全地带 艾丽卡正要把老德身上插的武器拔出来 突然 小梅赶到了 她以为艾丽卡要杀父亲 十分生气 情急之下 老德告诉小梅 自己对艾丽卡动心了 小梅无法接受老德的黄昏恋 而艾丽卡也暂时无法接受吸血鬼的男友 三人不欢而散 艾丽卡将秘密武器交给老范 老范赶到胜利就在眼前 她决定举办舞会 把所有妖怪聚在一起 再一网打尽 舞会在海上舞台举行 所有怪物都聚在这里尽情狂欢 只有小梅和老德因为刚才的事情 性质都不高 在乔纳森的劝导下 小梅终于敞开心扉 接受了父亲的黄昏恋 她跟老德坦白了心理的顾虑 她担心父亲恋爱后 就会一直住在船上了 老德跟女儿保证 就算结婚了 自己也不会离开女儿 不会放弃旅舍 女儿这边解决了 老德现在很想赶紧去找艾丽卡谈谈 突然 所有灯光都熄灭了 老范出现在众人面前 跟她一起出现的还有艾丽卡 这时候 妖怪们才知道 艾丽卡是老范的曾孙女 他们组织这次旅行的目的 就是要杀光所有妖怪 老范从秘密武器里 拿出了一卷琴谱 当场演奏起来 奇怪的音乐唤醒了沉睡的海怪 海怪的起床级很大 她愤怒地甩动触手 砸断了舞台通往游轮的路 海怪抓住了小卷毛和小狼女 还好有狗子救了他们 看着海上舞台一片混乱 老德冲向海怪 却被海怪触手缠住了 小梅想去救父亲 也被海怪抓住 老范的音乐越弹越快 海怪的触手越卷越紧 艾丽卡终于不忍心 冲上去想救老德 小卷毛也派出狗子入战 艾丽卡骑着狗子 奔向海怪的大嘴 她飞起一脚踢过去 海怪疼得松开触手 老德得救了 艾丽卡想劝老范停手 因为怪物不都是坏人 更何况 自己已经爱上了老德 老范一听后更加生气 她加速操控海怪 打算连艾丽卡一起干掉 这时乔纳森发飙了 她拿出DJ设备 要用自己的音乐 打败老范的音乐 在老德的帮助下 乔纳森的音乐 很快影响了海怪 她平息怒火 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老范也不甘示弱 再次谈起邪恶旋律 海怪怒火重生 挥舞触手继续攻击 乔纳森和老范一人一首歌 开始了音乐拉锯战 海怪终于彻底发怒 她用触手将舞台拧碎 抓起老德和乔纳森往嘴里送 乔纳森终于找到了 对付海怪的终极音乐 可已经晚了 海怪一口将二人吞了进去 很快 从海怪的嘴里传出了音乐声 海怪听着音乐怒气全消 将乔纳森和老德拓出来 送回了舞台上 乔纳森的音乐感染力太强 现场的妖怪们都情不自禁跳起舞 无论老范怎么按键盘 也影响不了这些人 老范气急败坏地四处乱撞 不小心从高台上掉了下来 老德赶紧追过去 把老范拉了上来 看到以德抱怨的老德 老范终于意识到 以前的自己多么可笑 他不会再捕杀怪物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老范决定旅行团废 全额退款 旅行结束了 妖怪们回到了精灵旅社 老德拉着艾丽卡爬上屋顶 拿出戒指向艾丽卡求婚 在所有怪物的见证下 艾丽卡答应了老德 经历了风风雨雨 老德的黄昏恋终于圆满了 他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真爱